嗨,大家好,我是阿豪,欢迎回到好兵来 韩国泉州城市朝鲜半岛除了汉城以及平澳外最大的城市 而韩国最后一个王朝朝鲜王朝的李氏 以及北韩的第一位领导者金日成也都是来自于这里 是个文化旅游城市 所以当地有许多历史的古迹 非常适合到处游玩 然而没想到在这却发生了有许多疑点的自杀事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故事发生在泉州市这个地方 主角是一名叫做明雪希的27岁家庭主妇 她在2016年跟丈夫催事结婚并育有一个小孩 自己还有个双胞胎妹妹 2018年12月4日这天晚上7点13分左右 她传了两封奇怪的简讯给人妹妹 简讯的内容分别是这样的 第一封简讯感觉像是软马不小心打到 而第二封简讯则是 更衣室避难所下面 因为当天下午妹妹就有联络过姐姐 但迟都没有回应 但这个时候姐姐却没来游的传了两封 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讯息 让妹妹不禁产生疑惑 而这段讯息就是隐藏着整起案件真相的重点 在受到雪希简讯的当下 妹妹虽然有许多的疑惑 但她还是立即打电话给姐姐 想说姐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她 没想到姐姐的手机在传完简讯后便立马还机了 让妹妹心态从疑惑转为了担心 难道这是条严重的讯息不能让别人知道吗 所以才赶紧关机 便赶紧前往姐姐的住处 没想到到达雪希家时 却看到了姐姐已经没有意识以及呼吸的躺在地板 而姐夫正在旁边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将雪希送到医院时 虽然将其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但因为长时间停止呼吸 表示全身有80%的器官都已经严重受损 26天后雪希还是过世了 首先警方先对雪希的尸体展开来调查 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死亡 他们发现在雪希的脖子上有非常深的勒痕 并且依照案发现场的布置 他们推测雪希是利用电卷棒的电线 绕在卧室的门把以及自己的脖子上自杀身亡的 另外因为案发现场当时只有雪希一家三口在家里 小孩还小不会讲话 所以正人只有在旁的丈夫崔氏 崔氏告诉警方 当天下午三点半时 一家人交了附近的中华料理到家中 过程都算是非常的愉快 不过雪希喝了一点小酒后 便将许多以前争吵的小事又拿出来争论 所以双方当时有点小争执 不过便赶紧安抚妻子的情绪 并让他早点休息 另外他提到 其实在房间时 他有听到妻子跟两人共同好哭诉 吵架以及抱怨自己的声音 不过一段时间后就没有听到声音了 这段时间他不管如何呼叫妻子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并且想要开门时 却发现门是锁起来的 他担心妻子会不会因为心情不好 做出什么傻事 便赶紧到楼下的管理室借铁锤 要将房门打开 中楼打开时就看到妻子 绕紧自杀的画面 并赶紧借邻居家的电话报警 但是询问雪希的家人们 大家认为雪希是不可能自杀的 首先他有个年幼的孩子 虽然他对丈夫不满 但是相当爱自己的孩子 另外雪希如果因为丈夫的外遇就伤心自杀的话 照理应该会留下对这世间不满的遗书 不过却只留下最后传给妹妹的解讯 另外在雪希住宴的期间 院方发现在雪希身上有许多的伤痕 都非常像是家暴造成的 警方也在更衣室中找到一件都是雪姬的上衣 在上面除了雪姬的DNY 还有丈夫催事的 另外妹妹来到雪希家时 还是十分在意简讯中提到的 更衣室避难走下面的位置 所以真的催事不注意的时候赶紧到那个位置 看看有什么东西藏在这里 没想到却发现了姐姐的手机 在交给警方调查后发现 手机里面全是催事外遇的证据 也因为这样使得催事因为外遇被发现 而杀了雪希的可能性产生了出来 但是在案发的现场 并没有找到能够假设催事是凶手的证据 那案件虽然有警方的报告 但也产生越来越多的疑点 因为这起案件有十分多的疑点 所以韩国有一档节目 我想知道就为此仔细调查 以及磨解了一次 这是一档专门在调查奇怪案子的节目 他们先是调查了雪希的丈夫崔氏 发现崔氏算是非常依赖妈妈 除了婚前室跟妈妈同住外 基本上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妈妈支付的 是个非常典型的妈宝 而他平时是在大卖场工作 每个月赚的并不多 却几乎都花在了游戏上面 所以根本无法负担家中的开销 更夸张的是 崔氏不但无法负担家中的经济 还时常跟妈妈抱怨 认为都是雪希他会花钱了 使得婆媳关系非常不好 不过真正让雪希有了想要离婚的念头 是因为催迟先后外遇了两次 更夸张的是第二次 2018年12月3日 当时遇到了小孩肺炎住院 雪希却在家中发现了丈夫跟外遇的对象 让雪希更加确定要离婚的念头 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 这些内容也都有录音存在雪希的手机中 所以隔天12月4日 一家人却还能一起合热融融的吃饭 让人产生更多的怀疑 而雪希的家人也询问过崔氏一些问题 来了解当下的状况 首先他们询问丈夫在一开始 为何没有立马的报警 在大楼监视器有记录到 丈夫是在晚上7点36分搭电梯到一楼 跟管理师借腿吹 在上楼时还有遇到其他的住户 不过在影像中崔氏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反而还有一点悠闲 另外透过节目的模拟 跟崔氏差不多身材的男子 大概都只需要5-7分钟就可以破门进入 但崔氏却隔了跨20分钟 还透过邻居呼叫救护车 那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崔氏告诉家人们 因为雪希将她的手机拿去叫外送 并不在她那 而因为妹妹是在病态所那边找到姐姐藏起的手机 所以也询问了崔氏有没有看到姐姐的手机 她回到在移动雪希时 手机刚好从她身上掉了出来 不过这些都跟事实不吻合 警方后来调查叫外送的人是雪希没有错 但手机是雪希自己的 根本不是用丈夫崔氏的 那她为何要在这两个问题下说谎呢 更奇怪的是在雪希的手机中 有看到案发当晚7点左右 崔氏有打电话给她的记录 所以根本不存在手机不见的问题 有犯罪分析师就分析 崔氏这样的目的应该是想要找到 被雪希藏起来的手机 而雪希最后传给妹妹的简讯内容 也算是大大的印证了这个推论 节目最后还有模拟如果按照警方推理的结果 将电线缠绕在门把以及自己的脖子上 真的可以自杀吗 实证证明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因为脖子不管如何都无法将其绑紧达到自己的可能 让案件更是推向了他杀的可能性中 因为这起案件是发生在2018年底 所以有许多的地方都还在调查中并未明朗 但我自己是觉得崔氏如果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不应该说谎他竟然会说谎就代表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却不能直接认定他就是凶手 因为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 一切都还是扑朔迷离 你们又认为是如何呢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小铃铛 有任何小友们讨论的都欢迎在下方对我们留言 每个礼拜六都会突出新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